-我們今天就透過曹瑋哥的視角 帶我們來看看淡水 有一些他覺得很優秀的店家 我們先一人拿一塊 -對,你今天店還能不能在淡水繼續開下去就看你了嗎? -真的嗎? 我做的... 我自己都不見得感知 不知道是哪一個幸運的可以吃到 -吃到我捏的這兩個... 寫一下超 -是我們開店到目前為止MF最好的一個口味 他這個好像我吹的髮型一樣 就風吹都不會動 -應該噴定是地形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曹瑋哥在淡水開店多年 -我想他對淡水這個地方一定非常的熟悉 -那我們今天就透過曹瑋哥的視角 -帶我們來看看淡水有一些他覺得很優秀的店家 -你對淡水的印象是什麼? -其實台灣人應該沒有來過淡水的吧 -我想淡水是大家約會都會來的地方 -我覺得這邊就是很悠閒 -沒錯 -很適合過退休生活的地方 -我覺得淡水它的調性就是這樣 -就是比較慢 -比較優雅 -然後比較適合退休的族群 -然後在這個地方生活 -他已經製成一個文化跟氛圍 -在淡水應該有很多外地人不知道的好店 -那我們今天就透過曹瑋哥的視角 -帶我們認識淡水還有哪些好貨 -那我們請曹瑋哥幫我們介紹一下 -為什麼你會推薦這一家店 -這家店在淡水已經很有名聲 -而且在早期我的店裡的麵包 -都是跟這個老闆一起做搭配 -我們的漢堡也是因為他們都是鮮奶去製作 -沒有加水 -鮮奶去製作 -對 所以非常的貴 -但是你烤完你吃下去的口感比一般的價錢差很多 -就是你認同它的品質嘛 -對 所以才找它做配合這樣 -是 是 -那你平常喜歡吃它的什麼東西 -一個海鹽可頌 -可頌 對 德國式的麵包都非常有咬勁 -然後吃起來口感你可以發覺真材實料 -曹瑋哥品味很好 然後他也是個美食家 -女生的品味嘛 -那我們今天就來訪問一下何鎮農作的老闆 -那號稱淡水張學友 -那我剛剛看到的時候 -我真覺得他真的長得很像張學友 -有 某個角度嗎 -某個角度啦 -但是千萬不要叫我唱歌 -為什麼 -唱歌 -唱完之後我怕那個沒有人要看 -聽說你平常也有在看超派人生 -有有有有超愛的 -我真的是人生當中喔 -就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採訪 -第一次覺得會緊張 -就是你這一次 -你看我都已經開始在冒汗了 -那我們想要請問你就是 -為什麼你會想要開這間麵包店 -還有你做產品 -你的想法是什麼 -你的概念是什麼 -還有你對品質的細節的要求是什麼 -我先從為什麼要開店 -其實那時候回來 -有幾家台灣算還蠻有名的一些連鎖店 -那生意都蠻不錯的 -就在大陸也待了四年的時間 -然後才回來到台灣 -然後我就想說好 -那我自己開一家小小麵包店 -那起心動念其實就是想說 -讓客人可以吃到一些比較原始天然 -就不想再多加一些什麼 -添加劑啦 -防腐劑啊 -香料這些我都不太想加 -會有一些比較商業的一些 -產品啊什麼都會添加一些 -就是避免它腐壞掉 -但是我覺得像我們家麵包 -這個常常就是6點7點就賣完了 -很多客人說啊你怎麼都不多做 -我說啊就買完 -你們吃完明天再來買就好 -對 -我不求說我要做多大 -但是我就求說 -欸我有一個品質在這裡 -因為我愛吃麵包 -所以我就做這一行做了37年 -很多人都不相信 -所以你做30幾年 -你現在才應該才-45 -45歲 -人一輩子做好一件事就夠了 -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樣 -對功德圓滿啊 -最簡單的事情你把它做成最不簡單 -對啊 -那你就成功了 -是是 -那我剛剛就要吃看看了嗎 -喔有有有 -欸我一直在分泌口水 -欸很香 -欸等一下我們家的 -陳媽媽去哪裡 -你真的很像張學友 -很優 -我們家的招牌 -曹偉哥推薦的那個 -對 -海鹽可頌 -是嗎 -是 -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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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那麼整口送進去 -整口送進去 -我們要豪邁一點 -你知道為什麼我可以很驕傲 -我真的就是靠這一支起來 -何正宏做我可以說的就是 -靠著玫瑰岩起家 -我從一個無心插柳一天做10顆 -我到現在一天至少生產1500顆 -大約基本上一天要2000顆 -2000顆啊 -所以說實在話我還蠻珍惜的啦 -這有時候就是剛好一個產品 -中了客人的味 -我覺得你這個麵包 -你不是像那種人家鬆鬆軟軟 -然後沒有口感的 -它的那種是咬下去 -然後很有咬勁 -然後越咬會越香 -然後有那個淡淡海鹽的那個鹹味 -那個鹹味是很提味的 -更重要的是我都用光泉鮮奶 -又不是用那種什麼薄酒乳啊 -過切的 -就是品質有保證 -就不怕客人來做比較 -今天還有更厲害的嗎 -今天還有更厲害 -張學友說要教你做麵包 -做麵包 -今天不做麵包 我們今天來做淡水最厲害的 -鳳梨酥 -來 曹哥我們一起戴個套吧 -戴到這種事情 -對 -通常都不是自己套的 -只要是... -我們先一人拿一塊 -對 -來 金店能不能在淡水繼續拍下去都看得多 -真的嗎? -我... -我做的... -我自己都不見得敢吃 -這樣嗎?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一顆放下去 -放下去 就像要包水餃一樣 然後我們就把它給... -這樣子 然後現在呢 我們就稍微把它給捏一下 捏一下 -為什麼你們這邊 做鳳梨酥的妹妹都... -看起來都很年輕耶 我們家的妹妹都很年輕 -你不覺得進來就整個人都年輕了嗎? -對 -有這種感覺 -對啊 -其實就是要問這個 -這樣子啊 然後搓一搓 -就搓一搓 然後黏起來 -好了 -好像比包水餃簡單耶 -對對對... -就這樣子吧 -就這樣子 對啊... -所以這邊的鳳梨酥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就加了冬瓜醬 然後還有一點蜜漬的一些鳳梨桿 跟一個土鳳梨 你幫我修一下 不然哪一個客人吃到 說奇怪 -這個鳳梨酥的位置怎麼不一樣的 -等一下就烤起來就... -這樣弄起來就很漂亮 -為什麼我搞得像似不像 -那你這樣輕輕一捏 -要稍微搓一下就對了 -哦 稍微搓一下 你們家鳳梨酥跟人家不一樣耶 一般是有點比較偏向胖胖的 -對 你們家的比較瘦 -這個比較扁 它瘦熱的速度比較快 -一般的鳳梨酥不是長這樣 一般鳳梨酥就是比較胖 -它做得比較精緻 -對 我覺得這個尺寸比較剛好 -沒有 這兩口就解決了啦 對啊 -怎樣 好吃吧 -我覺得這個鳳梨酥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的醬不會太甜 然後有吃到那個果乾的味道 -對對對 -你剛剛講的那個果乾的味道 -鳳梨乾 然後就是醃漬完 然後就是切切切切的 把它切成小丁 然後把它和在裡面 就從傳統的做法 再去找出另外一條新的出路 -我個人覺得很喜歡 -今天得到超哥的肯定 -特別開心 -謝謝 -我今天晚上應該會失眠睡不著 -你見到偶像 -我也見到我的偶像 -這個感覺很奇怪 -有我永遠祝福你 -而且你唱歌也蠻好聽的啊 我推薦的電影是叫做 -然後朝日夫婦 -也在我們店的旁邊 -一個小魚港的一個店面 -賣冰很有名 -就前面就是整個淡水河的 -出海口的地方 -你看到一個小魚港 -也整修過了 -一些漁船 -有一點風格 -代表淡水的文化 -它算是一間景觀冰店喔 -是 -所以我們現在是 -我們在人家的景觀 -哈哈哈哈 -對不起 -這個冰店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-是 非常的好 -大排長龍 -對 生意很好 -主要是它的東西 -也是做得很用心 -然後用的食材也很好 -果醬他們都是自己連模的 -所以它很特別 -它叫朝日夫婦 -代表他們是一對夫婦 -然後很用心的在做這個冰店 -沒錯 -然後曹瑋哥也是看他們從小到大 -所以他也特別推薦這間店 -對 好 -那我們來品嘗一下 -這個很有特色 -這顆怎麼那麼特別啊 -對 這個是用分子料理的技術做成的冰 -它是抹茶口味的 -它叫做S不買是晶食 -而且這怎麼這麼濃郁啊 -就是它都不會動 -對 會像泡泡這樣慢慢化下來這樣子 -是我們開店到目前為止 -賣得最好的一個口味 -它這個好像我吹的髮型一樣 -就風吹都不會動 -應該噴定定型 -嗯 很清爽 -它是你知道抹茶好像打成像那種慕斯那樣 -所以吃起來那個空氣感很綿 -這個滿厲害的耶 -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抹茶有這樣呈現的 -聽曹瑋哥說你有到沖繩去 -對 我以前在沖繩做潛水教練 -那不務正業怎麼會跑來賣冰呢 -而且還賣這麼好 -是 因為我太太是淡水人 -所以我們結婚之後想要在她的故鄉 -把孩子撫養長大 -因為想說我們那時候在沖繩吃的這個冰 -很特別 印象很深刻 -所以回台灣就想說 -那不然我們也來賣冰好了 -嗯 而且你看紅豆 -對 挖到裡面會有紅豆 -對 挖到裡面會有紅豆 -我現在還看到湯圓了 -來 大家看一下 湯圓 -現在知道為什麼你的店會很紅嗎 -因為你有無敵的景觀 -加上你做這個真的很用心 -你的東西是真的很好吃的 -那我們來試試看第二個好不好 -來 這聽說就是你們每天現打的果汁嘛 -沒錯 這個是富瑋之鍊 -綠色的是奇異果醬 -這個紅色的其實它是火龍果跟鳳梨一起煮的醬 -這樣口感配在一起還滿不錯的 -對 奇異果跟這個火龍果 -我們家這個看起來像普通的火龍果 -可是不簡單耶 -它真的是有那個柔和著鳳梨那種味道 -對對對 跟鳳梨一起煮的 -所以火龍果主要提供顏色 -鳳梨提供它的味道這樣 -這是冰淇淋是不是 -還是鮮奶油 還是鮮奶油 -你搭配一起吃那個味道會更融合這樣子 -因為這個味道在台北的其他地方吃不到 -你等一下吃吃看你就知道它講什麼 -內餡 -裡面有加奇異果丁跟火龍果丁這樣子 -喔 這也是水果口味 -對 都是當天先煎的水果 -也有湯圓 -也有湯圓 對 -因為其實日式鮑冰 -他們主要是吃這個醬料 -不像我們台式會加很多料在裡面 -對 -那我們在這邊也是迎合台灣人的口味 -還是會加一些水果丁 -湯圓在裡面增添它的口感 -火龍果丁真的很厲害 -因為你們的這個 厲害的是它的果醬很用心在做 -每天都是現做 -沒錯 -聽說你們以前排隊排得超誇張對不對 -對 我們剛開店的時候 -國定假日可能排到三個小時這樣 -三個小時吃一碗冰 -對... -難怪老闆一定要放棄潛水的夢想 -他生意好到他都快跳海了 你知道嗎 -我跟我太太是為了小孩回台灣的 -所以這個冰我想要給小孩子吃 -所以我們用東西都是健康的東西 -就是你自己認同的東西 -才會拿出來 -給自己的小孩子吃的東西 -你才會把它做出來 -然後交在客人手上 -是 -他們的東西真的是跟別的地方完全不一樣 -用心啦 -因為真的如果在這個都是飲料 冰館 -如果沒有一個突特的東西 -要在現在這個台北 -要走出一條路 真的很喜歡 -對 剛好遇到疫情 -對 -他們疫情還是生意這麼好 -沒有沒有沒有 -疫情當然還是有影響 -沒有影響吧 -還是有影響 -我知道啦 就是本來要排三個小時 -現在剩一個小時而已啦 -謝謝老闆 謝謝 -喜歡我們節目請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-我們帶你看見不一樣的招日夫婦 -炒白 掰掰